蓝莹2024总统提名传闻不断 新北市长侯友宜坚决不表态 但是呢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传出了在昨天的驱政会议上提醒各局处 明年1月13号之前各界的攻击呢会更加惨烈 要请大家实时警觉 被解读说侯友宜确定要选总统 连投票日都估算好了 对此刘和然表示这个日期是没有特别含义的 每次选举之前都会提醒各局处要严守行政总理 我对新北市的大小建设作为最重要一件事情 被问到2024侯友宜不挑明话也没说死 倒是副手刘和然一席话似乎卸了军情 赞叹学生们作品副市长刘和然出席市政活动 和侯友宜一样吼吼奏做事 外传前一天更在区政会议上提醒29市区长 以及各局处代表明年1月13号前 各界攻击会更加惨烈 请大家要实时警觉 一席话被解读 侯友宜确定选总统连投票日都估算好了 我当时在谈这个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任何学籍阶段 我们的所有公务通人一定要严守行政总理 但2024总统选举投票日 中选会说3月10号才会决定 外传在场有官员 甚至感受到刘和然说法的重量 就像为侯友宜进逐大卫 在团队内部下第一道军令 大卫没有所谓下军令 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市长交办的工作做好 吉利澄清没有别的含义 不止侯友宜团队一言一行 外界都很关心 毕竟来应总统人选还不明 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说 春暖花开以后 差不多是侯友宜的表态时机 自己没打算出战 卢秀燕忧心 党内人选若拖到7月才确定 可能太晚 其实我个人并不排除支持用征召的方式 侯友宜若要出马欠缺正当性 国民党连三届总统候选人都是烙跑 背上烙跑骂名 或许是侯友宜迟迟不表态的原因之一 表面上维持一贯侯氏回应 台面下势必早有布局 这样被冯浩宜新北市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